对着镜头打招呼 鸡排魅镇佳纯 投资副业有成 缔造惊人业绩 进来更瞄准房地产投资 那一片区域刚好 接下来准备有度跟 例如说台电宿舍的案子 我原本我只想要买一户 但我看了一下 以签约金的数字 然后到真的要办房贷的时间 去衡量 好像可以跟亲友斗一斗 把一层都吃下来 总价约6000左右 鸡排魅镇先共10层 每平单价落在105到110万元 临近捷运站明星学区 其实他对投资很有一套 两年的话是有做比特币 然后今年上半年 就是做台股跟美股 那我也有买一些美债的基金 比特币的话是一倍 然后台股跟美股都有20%左右 波子投资很有一套 演艺和事业也有规划 近来举办的创业募资 已经超过一千五百万 还有网路节目代言以及直播 光是一个月就进涨50万 新房预定明年八九月造物 鸡排被布置感受感言 投资和创业都有一套心法 相信喜欢王渝募资 好切也跳报道 忘了捏鼻子了 后纳都流眼泪了 刘莉用日语对答鸡排命震嘉纯 宣告演艺事业前进日本 在东京演戏做网路再出发 两年前有一次去京都玩 然后有和服体验 那在店家的工作人帮我穿上和服的那个瞬间 就觉得和日本很有缘 所以就开始学日文 然后随随随发现环境还是很重要 所以就规划了第一次的短期游学 就念了一个半月发现进步很快 就再计划了第二次 去年三个月的话 平日一到五是下午时段都在上课 那六日的话就是去拍片 就自己用GoPro 然后记录Vlog的感觉 制作了一季的节目 13集叫东京周季 播出之后像例如 追踪我的人多了很多 一年半大约增加了四十多万人 我IG的TA 以城市来分析的话 第一名其实是香港 以城市来说 那以国家来说 当然就是台湾为第一名 就是香港之后是马来西亚 谈起演艺路充满规划 但七年前会入行 却完全是误打误撞 他在十八岁大一那一年 母亲离癌病逝后 决定翘家独立 离开父亲的经济支援 靠外拍打工 自己赚大学学费 离家出走前两个月 就有妈妈故事了 对 那我很少就是单亲家庭 那我是跟我爸爸那边住 跟妈妈能够见面的时间也不是很多 那我在成年以前我妈妈都希望说 我可以好好的待在我爸爸那边 对 那他故事之后 这个期许好像也就消失了嘛 所以我就离家出走了 因为就是走那一瞬间觉得 那这个誓言也跟着消失了 那我就可以照着自己喜欢的方式过生活 妈妈走之前跟你说什么吗 叫我结婚一定要二十七岁之后才结 快要十八岁的时候 八月初的时候离家出走 那但是再过一个月就要大学开学 要缴学费嘛 所以又不是很争气 念了私立的这样子 学费比较贵一点 那怎么样在一个月内凑五万块出来呢 你打工也不可能 打两份工你还要扣掉你的生活开支 所以就照一下镜子发现 长得好像蛮可爱的 就去了那种外拍论坛的网站 刊登自己的资料 真的运气很好 那一个月就真的筹到了学费 还有生活费 我就当外拍模特儿 拍了一百场 一场为三个小时 一百场 我半年内拍了一百场 我假日也拍 我假日就是六日都拍 那可能可以接 一天可以接到两场到三场 鸡排本身的肉质 其实腌出来的味道很重要 我们剩下粉之后 还要帮它按摩 我打一下 让它会更好吃 其中一个打工任务 是替鸡排店代言拍宣传 靠着清秀五官 性感身材 搭上网路崛起的年代 她一夕爆红 接拍写真集后短短半年 变身新一代宅男女神 男友不止错愕 还难以接受 急着求婚 劝她快点引退 我离家说总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 对我非常非常好的男朋友 如果当时 我没有遇到这男朋友 说不定在酒店上班都有可能 我有时候会这样开玩笑 她真的就是把我照顾得很好 教会了我很多正确的价值观 我跟她在一起一年 然后她是一个很好学的人 三十几岁在科技公司当主管 可是还是想要再继续进修 那我当上机牌妹几个月后 我就在筹备写真集 那时候去国外读书读了两个月 那两个月我就是变的 那两个月出了写真书 然后记者会 然后常常上节目 每天都看得到我的新闻 那她那时候在欧洲 美国什么的 她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告诉她 她回到台湾说非常非常的震惊 七年前的现在 那有一天晚上 我们睡前 两个人躺在床上 她跟我说 可不可以现在就停 可不可以 不要再当机牌妹 现在就退出 然后我娶你 我供你大学的学费 你把大学读完 然后我们开开心心的 因为我和她在一起 我们真的是 非常幸福快乐 我们唯一的烦恼就是今天要吃什么 对于你 你进人全是有点疑虑的吗 她是聪明人 她知道 这样下去知名度一定是会对日常生活带来困扰 但过了几年 她自己理出的一个答案是 她当时不够勇敢陪我承担这一切 但这是你第一次被求婚吗 对 我当下没有想太多 我当下觉得我才刚满19岁 还很年轻 我想要多看看这个世界 为什么要 而且我当下 当然听不出这么多的意义在里面 对啊 我也感受不到她的害怕 因为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我这么有趣的人 怎么可以这么早就浪费在婚姻生活上面呢 所以你还有很多事想做 我要继续过有趣的人生啊 只是入行七年比起唱歌演戏 鸡排妹更加有人印象深刻的 是她的发言呛辣无据 谁敢把河飞料带回家 好像没有人 你脱内衣我脱内衣 从饭河到太阳花 从社会运动勇敢表态做自己 有请那些欢迎戏演奏吗 有 是吗 他们喝花酒喝到不知道哪里去了是不是 柯P我觉得你讲话都好小声好小声 然后字都糊在一起 你需要字幕的辅助 人家才看得懂 你在说什么 结果有人欣赏 也有厂商逼之唯恐不及 2014年她惨遭风沙 形容自己遇上激温年 鸡排妹改把触角 延伸到网络主持 自学节目制作 画像国际 超帅 超帅 有后空翻你知道吗 超帅 拍到了 不说不知道这些画面 从计划拍摄到剪辑 通通是鸡排妹自己一手包办 为了拼日本市场 她甚至在东京租房子 我们到家了好累 去年的三月 我大约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找经纪公司 在日本的经纪公司 就不断的去拜访 公安公司也好 出版社也好 或是事务所 完整的 对就一直拜访拜访拜访 就自己出机票钱啊 饭店钱啊 大约一个月两个月去一趟 然后拜访很多的公司 那拜访的过程当中发现 你如果不住在那里 很难获得工作机会 现在是 所以就在去年底的时候 就先把房子租下来 然后之后再去和这些公司 拜访的时候说 我现在在东京有租房子了 那工作就真的进来了 我两年前第一次去 短期留学设下的梦想就是 我可以住在东京 所以去年就达成了 那去年给自己的目标就是 我要签到一间我喜欢的公司 那今年也达成了 那今年立下的目标就是 看能不能够在农历过年前 可以上日本的节目 是真的电视播放的节目 而不只是网络节目 我真的没有要选 我觉得我的26岁到30岁 这个青春年华 我才不会放在政治上面了 我可以扮演一个协助者 就像我用我自己的方式 吸引大家来看这个议题 关心这个状况或什么 但是我自己也要去选 这也太浪费我的人生了吧 鸡排妹27岁目标 不放在2020政治圈 勇闯日本演艺圈 走自己的路